我们现在离婚了 我和我尼泊尔媳妇袁小花 这是我的婚娶宝宝 我们离婚了 我们去法人的话 办理离婚证明 这不是给大家开玩笑了 这是事实 可能大家都很期待 很想了解一下 加西拉布学院为什么离婚了 和我媳妇 这什么样的原因呢 你看离婚我们现在还在 我喜欢在我旁边 你们喜欢我可惜也在旁边 其实因为喜欢的话 踩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坑房 等下会给大家 接下来几天 我会给大家想事的分享 喜欢为什么会离婚 又是结婚又是离婚 花了很多个米 很多个米 代价很高 差点的话 你想学生大概是四年的时间 搞了搞去还搞到离婚了 反正坑才挺大的 不然经济 精神方面的 还是财力物力方面的都 损失理大了 损失非常大 很多人表示 对我们我和小花离婚了 感觉很惊讶 感觉我们是在演的一个剧本 其实喜欢真的不是演剧本 有一句话 眼见为时而听为虚 小花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离婚证 走 走 看一下我们离婚证 是不是真的 很多人都想看一下 那咱们继续看一下吧 其实更多的是 家人们来到尼泊 如果为了寻找爱情的话 就不要像雪人的犯 这样的错误 要避免踩这样的天大的一个地雷 天大的一个坑 真好 不要踩这样的坑 来 帮我们这个 结婚证 离婚证 离婚证拿来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的小可心啊 离婚证 我们的离婚证 这是办了很多资料 又是结婚又是离婚的 这个 结婚我们是三年前的结婚证 呃 小花拿给我看一下 很多家人们可能不大相信啊 呃 这样子这个这个都有的都有的 这是尼泊盖的章子啊 这是货真价实的啊 他们结婚的话 结婚之后 他要翻译部门翻译 公正部门公正 然后我们离婚的话 也要翻译部门翻译啊 公正部门公正 还有外交部的话 这个盖章 反正手续挺多的 如果你缺少了任何一个章子的话 是不行的 这个哈 呃 所以我和小花的话 是把这个婚给离了哈 呃 小花的话 刚才是去那个办 那个离婚的这个盖章哈 这外交部还没有盖章 去那个翻译了 小花 你这个离婚的这个翻译 花了多少钱啊 这个 花了 啊 花了 花了 三千 花了三千 但是我花了花花了一万 花了一万 他给我快点 给你快点 所以花了一万是吧 这么多钱 花了一万你比较五百 五百块钱能比较 花了 你 你需要 三千 五百 但是 他说 他给我一天 啊 所以我们是加快的加快的速度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就 所以这个就来得快一点啊 来得快一点 这样 咱们这个是货真驾驶的哈 我们这个应用翻译这个盖章部门干招的话都盖了哈 咱们这确实是货人驾驶这个离婚了啊 我们现在节目来这个才艺展示了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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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Come on 快点 我们等一下就直播了 这是我们的小可星啊 很多人家们都说我们离婚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小可星给谁啊 小花 我们离婚之后这小可星 给谁照顾啊 小可星照顾啊 但是你小给我 给照顾小可星钱 啊 我们这个宝宝是小可星是 给小花照顾啊 但是我要给给你钱是吧 嗯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 好吗去 十万 一个月给十万 嗯 给这么多啊 照顾宝宝是容易吗 嗯 那个那里说要给多少吗 你我说给多少 一万是一万 五万 给五万 你给五万 五万是照顾宝宝 五万是 六万 哦要给十万是吧 五万一币是给宝宝的 照顾宝宝的 五万是给小花的 给这么多钱啊 好家里面 咱们这是货真剑 驾驶啊 咱们现在目前的话是离婚不离家啊 这个 现在还是和小花在一起的话 咱们现在正式离婚了 拿了结婚证的 拿了离婚证的话 所以详细信息的话 不方便给大家看 咱确实是货人驾驶啊 学员也去公正部门公正的 去外交部盖章了这个 我们也去发现这个真的拿拿离婚证 那就是离婚证 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选结婚证就是二流结婚证 离婚证也就二流离婚证了 这个家里面我们这个下期的话 给大家分享一下 江西老表为什么这个离婚啊 为什么拿个二流结婚证啊 所以避免家们来到尼泊尔寻找一份爱情的时候 就不要像选的拿二流结婚证 选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下 不要拿二分二二流结婚证 不能花了像选的话花了三个W哈 人民币花了三万 然后一流结婚证也没拿到 还搞到离婚了 这个就很尴尬了 现在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避免在尼泊尔怎么踩坑呢 走着就弯路啊 为什么拿个二流结婚证 这拿了没拿了跟没拿一样 北非了 北非没有用 这样我们下个视频再见